就在我們的處困書的最後我們有提到 不管是根據實行細則來認定是不是履行法定義務 不管是不是根據正當理由及許可要約辦法來請求認定是不是正當理由 或者是不是要請求來申請許可 都請被處困的 那當然主要是中國國民黨來向我們請求認定 然後申請許可 那如果或者申請許可有不符 按照條例的第九條的第六項的規定 他可以申請複查 申請複查之後如果對我們的複查決定不符 他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訴訟 不用再先提起訴訟 那就這個部分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訴訟 然後我可以接口 我可以接口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接口